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8月29号 欢迎大家来到《全身英》YouTube咖啡小屋 大家喝喝咖啡,聊天,散散心,快乐一整天 40年前的今天,1982年的8月29号 我最喜欢的好莱坞女明星英格丽·鲍曼去世了 英格丽·鲍曼真的是我在那个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明星 我认为那个时候好莱坞的电影到今天为止 才是真正电影这个领域中的经典 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特技,全靠明星的演技 当时好莱坞的女明星特别多 英格丽·鲍曼 奥黛丽·鲍曼 凯萨利·鲍曼 什么家宝 费文利等等 男明星也特别多 格丽·高丽·派克 加里·格兰特 马龙·白兰杜 奥利沃 等等 那我最喜欢的女明星就是英格丽·鲍曼 最喜欢的男明星就是格丽·高丽·派克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主演的一个片子 叫埃德沃·戴夫 虽然呢 英格丽·鲍曼出名的影片 没有这个电影 都是卡萨布兰卡 战地终生 维西登下 美人记 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等 获奖的片子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埃德沃·戴夫 然后呢 英格丽·鲍曼一生特别钟爱电影 致死 后来得了癌症 切除了以后还是拼命的演电影 特别喜欢这个人 她的女儿伊莎·贝拉·罗西尼尼 我也很喜欢 伊莎·贝拉·罗西尼尼 在两个我另外喜欢的电视剧里 都进行过客串 一个叫成长的烦恼 一个叫Friends 老友记 都进行过客串 我也很喜欢 讲完了快乐的女明星 我们现在讲一件国内不太快乐的事情 思维还是讲那个 知其然更知己 所以然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继续跟大家说 叫外行看热闹 这件事外行就是看热闹 内行就看门闹 毕竟我是做了三十多年的金融投行的业务 涉及到了这个领域 虽然在法律里面 那肯定要看很多法律了 法律里面我比较精通的是民商法 行诉没那么精通 但是毕竟辅导了这么多公司上市 帮这么多公司完成了买壳 并购重组等一系列的业务 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行诉的问题 所以行诉的法律我也会知道一些 今天我用我比较浅薄的 行诉方面的法律知识 和大家讲一讲这个不太高兴的小事情 就在今天 北京时间2020年的8月29号 首先由中央电视台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最新进展 距离这个事情发生仅仅81天 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播出之后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检察院也对公告了 对这件事情向法院 广阳区法院提出了起诉诉 这件事情被定性为恶势力犯罪事件 9名打人者中7名被起诉 两名被免于起诉 那涉及到该案的除了这7个人以外 还有15名相关的人员正在被立案调查 这15个人里面包括了唐山市路北区政府的党组成员 副区长 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的党委书记 局长马爱军 这一个人啊 前面都是名头 唐山市公安局一堆人 我就不念后面的名头了 还有一些什么派出所长啊 警察啊等等啊 警长 一共8个公职人员 都被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区分局采取留置措施 不是拘留 是留置 一定记住了 留置 也不是逮捕 是留置 初步查出了这些人员 涉嫌违法违纪滥用职权 循私妄法 行贿受贿 等犯罪事实 那这些人员 这15个涉及的人员 包括那8个公职员在内 将用廊坊市 广阳区人民检察院继续进行公安和检查 继续进行侦查和准备起诉的工作 那我把这个事头竖一下 给大家讲一下 2022年的5月27号 曾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查组党支部书记副组长的刘文喜 突然就从公安部 也等于是国家政法委系统空降到河北省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河北省的副省长兼河北省的公安厅厅厅 那2022年的6月10号这个唐山震惊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烧烤店打热事件就出现了 这时候据他上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3天 大概13天 这位厅长就做出了批示 什么公安局的局长啊 副局长 派出所所长 副所长 法院院长 副院长 等17人 其他的呢 重要的这种公职人员 例如呢 是党代表 是人大代表 是政协委员 村长 书一等 达到了32人 但是我上面说这个17人和32人 这49个人并没有一个人是最终被狼房市公安局广阳区分局采取留置措施这8个人中的 也就是这个涉案的15个人跟被举报的人没有什么交集 没有交集 这是第一个 跟大家先讲一下 第二个呢 下面就是伴随着唐山烧烤店打热事件迅速发酵 公安廷厅长刘文喜 根据新商人的公安部部长王小红的指令 在6月25日召开了河北省公安厅的视讯会议 宣布在全省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日百日活动 那最重要的任务呢 什么紧币 什么飞锁 还气压 百姓 扰乱社会主义 等等等等 不念了 特别多 中国政府行为都特别长 我就不念了 浪费时间 要开始 百日行动 在刘维喜亲自领导百日行动落地实施仅8天的时间 刘维喜就在2022年的7月3号因突发疾病经抢诱无效死亡了 当天发病 当天送院 当天死 享年54岁 刘维喜这个非正常死亡事件 外界叫被死亡事件 被很多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认定是河北省公监法系统 对王小红这个新任公安部部长 企图插手河北省公安系统给予了一次强力的反击 那么这个事儿让刚刚上任的公安部部长王小红特别的难堪 在此后7月25日 距离唐山打人事件45天之后 45天了 一个半月了 公安部刑政局局长刘仲义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对全世界的发布会上宣告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引发整个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公安部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派出了工作主 并从全国抽调了数名专家赴一线侦查办理 目前干案店进展顺利 具体情况会向社会公告 这个行为被很多外界的媒体理解为 新任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对唐山公安体系开始出手回击了 这个事情按照当时的说法侦办很顺利 其后在7月28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开会后的三天 河北宝丁出生 而且从始至终都在河北省各级政府任职 但从来没有在公安系统有任何从业经验的 董小宇被任命为河北省的公安厅厅长 那后续这个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就由这位董厅长亲自负责直接抓了 然后到了昨天 2022年的8月28号 那么这个中外都接知的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和几乎同期出现的数百件 实名举报的事件过了80天 都没有任何官方公告了侦办的结果和处置的情况 那么到今天81天 首先是由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 唐山烧烤店打人节目的全系列节目 那从这个节目里看得出来 这套节目中央电视台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采访 编辑制作剪辑最后播出是以新纪录片的形式进行播出的 那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 检察院才开始公告自己已经起诉了 那我就在这里面几个关键点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检察院对这次事件起诉的时候定性为恶势力 恶势力犯罪不是黑势力犯罪啊 根据咱们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4月28号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27次会议 对黑势力恶势力的解释 恶势力是有一些特征的 具有组织形式 人数三人或三人以上一定区域内等等 有很多条件最后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恶势力是一般没有合法经济来源 经济势力比较弱 没有大的经济实体保护伞和关系网 知道吧 关系网不明确或关系网层次比较低 也就是恶势力就不涉及到周边人员 就是这几个人的事 黑势力是不一样 黑势力呢 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条件 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 或者纵容称霸一方 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内形成 非法控制或重大恶劣影响严重破坏 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及百姓生活 造成一定社会恐惧的行为 那如果是恶势力 就一定要抓背后的关系网 找涉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 这是很重要的 黑势力 恶势力不需要 这两个本质有区别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次定性的是恶势力 此外恶势力在犯罪行为中 从不管是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 还是司法实践中 都没有明确的判罚标准 所以很多恶势力在最后宣判 都是缓刑就处置 而且涉嫌到恶势力的国家公务人员 公职也没有法律的什么标准 怎么判刑 黑势力不一样 黑势力是明确的 黑势力中组织领导黑势力的 七年以上的旗徒刑 并没收财产 积极参加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旗徒刑 并没收罚金 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 其他参与的三年以下旗徒刑 有旗徒刑拘役管制 剥夺政治权利 并处罚金 那除这些黑势力以外 还犯了其他的 比如什么殴打 涉嫌什么故意谋杀 那恕罪并罚 而且明确规定了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或纵容黑社会组织形式犯罪的 处五年以下去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总结一下 案件如果定义为黑势力 犯罪的人判得重 涉嫌的国家工作人员一定会被判刑 而且也不会轻 犯案件被定型为恶势力 那犯罪人员可以判得很轻 涉嫌到的国家工作人员 没有明确的判法标准 可以不判 第一啊 第二 这个案件呢 是由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法院 人民法院 一般习惯都叫广阳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那么区法院在咱们中国属于最基层的法院体系 一般不会审理特大型刑事案件 就不用说死刑肯定不会了 无期徒刑几乎也见不到 所以呢 也就是说在实际上司法审理过程中 这个案件交予的是基层法院进行审理 就已经确定了 这个案件的量刑肯定不会重 挺轻的刑法 第三个 这个案件抓捕到嫌疑人 从抓捕到嫌疑人到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公诉 时间竟然长达了80天 我得到的消息 这次案件的嫌疑人一抓 很快检察院就批捕了 那正常情况下 案件移交公安系统继续侦查的息线 是两个月六十天 六十天是正常的极限了 那这个案件就是在六十天的时候 六月十号犯的罪 就是在六十天的时候 八月十一号 批捕到侦查 整个六十天到结束这个案件 才由公安系统移交了检察院 提起检察跟诉讼 大家其实都看过视频 这个案件真的有太完整的视频 个人的录像和人证 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要花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进行 侦查 就这种案件理论上这么充足的证据 一到两个月就起诉了 这个小案子在咱们国家公安部多名专家的 协助侦办和督查下 还花费了将近三个月才进行 起诉 那这个时间是在案件侦查 还是在衡量关系 不知道 第四个 这案件发生以后多达八十天的时间 案件一发生 所有的媒体就全都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报道了 之后八十天完全封闭 没有任何相关的人员的声音传出来 咱们在以前其他的案件都知道 这里面特别是受害人 一定会有很多声音传出来 相关的律师也会有 但是全都消失了 所有声音都被屏蔽了 真的是他们自己不想说吗 还是被完全屏蔽了 第五个 案件除了那九名参与犯罪的人 七个起诉了 两个免疫起诉 剩下所有涉及的工作人员均采取了叫留置措施 而不是批准逮捕 留置这个话的 未来的腾罗空间是蛮大的 案件发生八十天都没有逮捕 只剩下留置 啥意思 第六个 这次首先发布案件经过的是中央电视台 而且中央电视台的影片里把这过程全拍了 然后才由河卫省人民检察院对外公告 通报 唐山烧果店打人事件中 陈某志等人涉嫌黑恶势力组织犯罪的审查起诉情况 中央电视台片子之前都做了 啥意思啊 这是啥意思 先想要怎么宣传了 对吗 最后呢 提醒一下就是 伴随这个打人事件 由当时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厅刘文喜 布置的由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 要叫廊坊市公安局具体落实 协助唐山市公安局 应该这么说 廊坊市公安局协助唐山市公安局落实的 就接纳居民对黑恶势力的举报的这么一个工作 至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直言片语 没有任何信息 而被实名举报800多件 这是提交过来的800多件 黑恶势力的犯罪事件 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结果 那么其实呢 为什么我这个今天能讲这个 是因为我本来就想写这么一个准备了 因为上周末的事件 上周末前天河北省公安厅内部的人员 有人通过 反正给我信了 你不用管这关系了 我一说关系又有人感性就不聊了 告诉所有给河北省公安系统找麻烦的人 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这个事以后不会有麻烦 所以可以发布 这些公安部队河北省来说 目前还是挣扎不进 就这么一个字 挣扎不进水泼不进的状态 等百日行动到期了 会有一个让上面有点面子呈报的结果 其实呢 不用这种所谓的内部消息 只要大家还能正常思考 有一点点司法常识的人 对这个案子解读完了都知道了 这个案子已经被最大限度的最小化了 涉案人员 案件性质 判罚结果 社会影响等都被最小化了 这么做的结果 仅仅是为了什么 就是最后出一个结果 为了给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 关注这个案子所有的人一个交代 毕竟这个案子曾经让全世界都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还放了狠话 能不了了之 除了交代 就啥都不代表了 那至于这个事件是河北省公安系统 对这种案子的处置 全过程是仅仅在河北省存在 在唐山存在还是在全国哪都存在 是个案还是共性广泛存在 大家自己去想吧 好吧 讲完了我给大家两个在中国的建议 真心的建议 第一个 如果你在中国境内啊 没办法认出来 第一个 千万别再实名举报任何事情了 发生问题有关系 一定要找关系 没关系 走正常的司法途径 走不动就认灾 就如果唐山这件事情还不能让你明白 到现在你还到处实名举报 你根本不知道你动了谁的蛋糕 最后你自己就可能被当做麻烦 被处理掉了 中国的公安的公检法的黑的 你们不知道吗 所以你们是活在空气里吗 第二 如果你们都是老百姓 对老百姓你不涉及到举报 都是平头大家底下的人 你涉及到什么举报 实名举报 直接办就完了 对吧 你只有对上面搞不动才实名举报 那你知道人家是啥呀 你还举报 多傻呀 第二 如果可能选择自己有背景 有关系的城市 或者一二线治安好的城市进行居住 你明白了吗 如果可能搬个家 选择自己有背景 有关系的城市居住 那你说我现在住的就有关系 那就不用了 或者一二线治安好的城市居住 否则未来随着中国共产党 高层执政能力被广泛质疑 独裁体系会慢慢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经济下滑严重的时候 那么中国的中央集权的这个力量 会在很多现在就不好掌控的地方都会出现真空 军阀割据的情况一定会出现 到时候那些地方就成为某种形式的法外之地 显规则显规则 谁会去真正有效应 大家都很清楚 那些地方待着就会很不安全 所以如果有能力的呢 就转地儿住 如果没能力的呢 就别吭声 至起码我跟大家说安全最重要 我很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一些中国现在的真相 这件事情如果有脑子自己去看所有的新闻 自己去分析吧 对别听我一个人瞎说 我说的也可能全是胡说八道 偏颇之见 自己去分析 然后呢 希望所有中国国内的好朋友们 一生一路都能够平安 谢谢大家 今天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